全国外籍人口最多的四个城市 这么多外国人会把国外的矛盾带入中国吗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 现在出国热似乎慢慢的冷却下来 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开始来中国工作或者是生活 这是因为他们看中了中国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 而对中国来说 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人口中多 外籍人士的多少 则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 外籍人士多就证明这个城市发展有潜力 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 这也是一个城市国际化的标志 那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中国外籍人口最多的城市 有些可能多的超乎您的想象 第四名广州 广州面积7434平方公里 是广东省省会 人口1530了 这里是标准的国际大都市 也是亚洲公认的一流发达城市 地理位置优越 隔海和香港澳门相望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自国就有中国的南大门之称 早在唐宋时期 广州就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 明清时期更是中国唯一的对岸贸易港口 改革开放以后 广州成为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现在已经和世界上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 广州作为对岸贸易的窗口 自然也就吸引了很多外籍人士 常驻广州的外籍人士多达8万之多 再加上那些没有登记的三菲人员 突略估计 外国人在广州的数量多达25万 在这些人口当中 非洲和阿拉伯人占大多数 这主要是因为广州的气候和他们那里相近 这些人能更好的适应 另一个 就是广州的小商品基地很多 这些外籍人士把这里当作是供货原地 把中国的商品倒卖到非洲 赚钱相对容易一些 因为黑人叫多 之前就有很多人担心 会不会受到美国种族骚乱的影响 毕竟法国等多个黑人叫多的国家 都发生了这样的暴动 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第一是因为这些来广州的非洲人 主要是为了赚钱而来 发生骚乱 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第二 就是这些外国人看起来别多 但是相对于中国的人口 他们毕竟是少数 而且中国对入境人员也有严格的现实 没有必要担心 第三名 北京 北京面积1.6万平方公里 人口多达2150万 作为中国的首都 北京应该是中国最能吸引外国人的城市 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更是中国文化的集成地 可以说这代表了整个中华的文明 在这里高校伶俐 名胜古迹更是数不胜数 这里的留学生非常多 多达一万七千多人 很多对中国文化痴迷的外国人 对北京更是趋之若鹜 这里更是137个国家的大使馆所在 国际机构和地区组织的代表17个 国外新闻机构190多个 国外设立的驻京代表机构多达7000家 外籍人士自然少了 经济方面的吸引力也不小 北京是世界500强企业驻地最多的城市 据统计北京的外国人口多达30万 要说这些人对北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只能是正面促进作用 因为来这里的人要么是留学生 要么是工作人员 这对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传播 肯定会起到积极作用的 第二名上海 上海面积6340平方公里 长州人口2400多万 是我国第一大城市 有魔都之称 是世界级的大都市 也是世界经济科技金融的中心城市之一 GDP总量常年居全国首位 城市竞争力相当强悍 因为近代以来 上海就是各国在中国的聚集地之一 这里的中外文化交流程度非常高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 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国家的影响 这也让上海成为了外籍人士 加入中国国籍最多的城市 据统计 每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国籍的人 就多达7000多人 而且每年还在温暖 其中移民数量最多的是美国人 现在上海的外籍人士 多达80多万 主要来的世界上47个国家 因此上海也有小联合国之称 如此多的外国人来上海 对上海经济金融科技等方面的 促进作用显而易见 但是要说他们从根本上改变这座城市 还是力量太小些 毕竟80万对了2400万 这悬殊太大了些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外国的那些矛盾会带入上海 第一名 香港 香港位于中国南部 朱瞻口以东 面积1100平方公里 人口738万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但是近代却被英国殖民统治 多达150多年 因此也是最外开放程度很高的城市 二战以后 香港经济发展迅速 躋身亚洲色小龙行列 成为了全球最富裕 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这是一个高度繁荣的自由港和国际大都市 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 也是世界上第三大金融中心 香港回归以后 实行的一国两制政策 不仅保持了香港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 更是获得了大量的支援 正是因为香港高度的开放性 这里的外国人口多达了200多万 成为世界上最具国际化的城市之一 东湾以上这些城市 虽然外国人口众多 但是因为中国对外国人的友善 他们在中国都受到了很好的待遇 没有理由闹矛盾 就是真的做出了触格的事情 也会被遣返 看世界上跟随美国闹骚乱的城市 大多数是因为那些外来人口 在当地已经取得了国籍 他们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利益 才发生冲突的 这在中国完全不会发生 因为中国国籍是世界上 最难获得的国籍之一 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一旦被取消就再难获得 因此这些移民很珍惜中国国籍 不会发生美国移民